此次美国财长耶伦访华,最尴尬的一件事是,刚刚向中国发出警告,不许中国银行和出口商支持俄罗斯,间接助力俄乌冲突,不到24小时,俄外长拉夫罗夫就访华,中国隆重礼遇,中俄外长会面,继续强调两国深化合作,打脸耶伦,这里是单看世界,带你领略全球风云,探寻历史智慧。 具体来说,王毅外长和拉夫罗夫的会面中,双方达成一致,同意讨论深化压欧安全合作方式,王毅外长表示,中俄两国找到一条,推动双边关系健康发展,稳定发展的正确道路,两国站在公平正义一方,将会持续反对霸权和强权政治,进一步加强国际协作。 很显然,王毅外长这番话,没有把耶伦警告放眼里,坚持我国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不受美国胁迫,对于王毅外长的表态,美国内部不满意了,声称中俄两国外长会面,持续深入往来,显示出意图与美国抗衡的努力,没有考虑美国的感受,中方外长一番话,虽然没有点名,但确实是冲着美国去的。 知名美媒做出判断,拉夫罗夫访华,正值拜登会见日本和菲律宾领导人,说明中俄两国在为俄罗斯总统普京预计中的访华做筹备工作,并抵制来自美国极其盟友日益增长的压力。 中国有意与俄罗斯合作,削弱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这就是美国一贯之的思维方式。 总是以全球共主自居,以美国正义为形式原则,刻意打压中俄两国正常往来,必须指出的是,中俄关系秉持的是,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 如果美国认为中俄正常合作针对的是美国,那只能说明美国面对中俄心态非常不健康,必须告诉美国的是,美国把中俄列为对手,进行围堵遏制,中俄有理由进行合作,反制美国的遏制行为,中俄合作不会看美国脸色,美国感到郁闷,那就郁闷好了,就在中俄外长深入会谈,耶伦回国的时候,美国政府对华口疯辩了。 据悉,日前美国总统安全顾问沙利文在记者会上表示,美国政府还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中国对俄罗斯提供直接军事援助。 当然,美国仍然对中国间接向俄罗斯军工联合体保持合作,感到担忧。 沙利文这方话,比起耶伦的强硬对华警告,如果中国银行实体与个人协助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美国将加强制裁,可以说降了一个声调,换句话说,就是态度放软。 那么,沙利文为什么这么说呢? 简单来说,就是美国要面子,在耶伦警告没有收到预期成效的情况下。 美国政府需要自说自话,宣传耶伦访华成果,淡化对华警告,在沙利文表态后,美国总统拜登对华示好。 想要给我国送神秘大礼,据悉,日前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对外表示,由于越来越多美国人想前往中国,目前美国限制本国居民前往中国的限制命令已经不合时宜,因此,拜登政府考虑放宽禁令,允许更多美国人到中国促进中美民间交流。 要知道,中国属于建议美国公民重新考虑和限制前往的三级旅游警示国家,拜登政府此前曾警告民众,前往中国有被非法拘留的风险,拜登放宽美国民众来华限制,更加说明美国离不开中国。 美国对华政策斗而不破的版本,取代了谁对中国更强硬,谁走得更远的版本,同样,只要我国保持自身发展节奏,保持独立自主,不惧美国任何警告。 4月5日,耶伦在广州对美国商界人士说,拜登和他都坚决反对美国应与中国脱钩的观点,完全的经济分离,既不切实际,也不可取。 4月7日,国务院总理李强会见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耶伦表示,美方赞赏美中经济对话合作取得的进展,不寻求同中方脱钩。 4月8日,耶伦在美国驻华大使官邸举办新闻发布会时,再次强调。 美国不寻求与中国脱钩,两国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分离对双方来说都将是灾难性的,经济总量超过世界三分之一,人口总数占世界仅四分之一,双边贸易额约占世界五分之一,这样的两个大国确实容不得脱钩。 听其言,更要观其形,美国一方面强调不寻求与中国脱钩,但一方面打压措施却还在继续,打压TikTok,限制对华企业的境外投资,对中国先进芯片制造商实施制裁,等等。 对于美方关于无意寻求对华脱钩的表态,中方表示欢迎。 希望美方采取切实行动,停止制裁限制中国企业。 言外之意是,美方不能老是说一套,做一套,耶伦此次访华行程非常丰富, 既与国务院总理李强,中美经贸,双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财政部部长蓝佛安,人民银行行长潘工胜等人见面,也会见了一些中国政界,学界人士,外界关心。 此次访华,双方谈出了什么成果,关于共识成果,双方重申了11月旧金山会谈达成的加强沟通,防范脱钩,应对共同挑战三点共识,并达成以下新的共识成果,一是由两国财政部牵头。 在中美经济工作组框架下,就两国及全球经济平衡增长议题进行交流,二是由中国人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牵头,在金融工作组框架下就金融稳定,可持续金融,反洗钱等议题持续开展交流,我不想看到美国与中国的经济关系或整体关系恶化。 耶伦表示,此访取得了显著进展,这些新的共识,也有助于避免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减少误解和误判,而这也是世界所希望看到的。 在华期间,耶伦又抛出了所谓产能过剩的言论,有媒体注意到,他在广州出席中国美国商会主办的活动讲话时,产能过剩一词就提了五次。 耶伦访华前,就攻击中国新能源产业产能过剩,并称这些过剩产能打乱全球价格,损害美国企业和工人。 显然,中国的新三样让耶伦有些焦虑,对于这一分歧。 中方在与耶伦的各层级会见会谈中军对此做出充分理性的回应,中方认为,应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秉持市场经济原则和价值规律看待产能问题,应结合全球分工和国际市场情况分析产能问题,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无助于解决产能问题,以新能源汽车为例,根据国际能源署测算。 2030年,全球新能源汽车需求量将达4500万辆,是2022年的4.5倍,全球光伏新增装机需求将达到820几瓦,是2022年的约4倍,当前产能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 特别是众多发展中国家对新能源产品的潜在需求巨大,中方既讲道理,又百数句,南华早报指出,在对中国的攻击中,美国和欧盟将产能过剩定义为超过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这是极其狭隘的定义。 如果各国生产仅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就不会有跨境贸易,平心而论。 耶伦是带着解决问题的诚意访华的,解决的就是目前美国面临的一系列难题,作为拜登政府中少有的温和派内阁成员,耶伦一直关注美国经济发展,也多次提出了对现有美国经济状态的担忧。 毕竟,经济学教授出身的他,曾是美联储历史上首位女性主席,在经济领域的专业性不容置疑,特别是在担任美国财政部部长后,他多次公开表示,要挽回如今美国经济的颓势,就必须管理好中美关系。 在今年1月与瑞士举办的中美高层对话期间,耶伦与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刘鹤进行了会谈,期间,他就直言中美脱钩是巨大的错误。 在此后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举办的听证会上,耶伦更是不顾各方压力指出,和中国脱钩将给美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由此可见,对于恢复中美关系,重启中美经贸合作,耶伦是持支持态度的,然而,耶伦为此做出的一系列努力依然是为了美国利益。 从根本来说,中美目前处于战略竞争的格局并没有改变,想要单方面实现与中国构建建设性公平的经济关系,仅仅凭耶伦的一腔热血远远不够,就以目前美国政府的对华经济战略来说。 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利益制上这个原则一直没有改变,为此,西方国家还频频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对中国实施技术制裁、出口管制等措施,对华脱钩的各项工作至今没有停止,甚至可以说是变本加厉,在这样的局面下,耶伦提出的反对对华脱钩,实则就是为美国及其西方盟友的去风险进行掩饰。 对于美国经济如今面临的困境,不光是耶伦有清晰的认知,白宫政客们更是心知肚明。 今年4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就在公开演讲中点出了美国的四大根本性挑战。 即产业基础被掏空,无法适应国际新环境,全球气候危机加剧带来的能源转型问题,以及全球化带来的国内矛盾升级。 然而,美国政府没有从自身去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是试图将矛盾焦点转移到中国,企图用新华盛顿共识重塑美国国际经济战略,以打压和围堵中国作为核心战略。 在这样的背景下,耶伦所谓的反对对华脱钩也就成了毫无意义的空话。 值得一提的是,耶伦在归国后再度对美国经济发表了悲观言论,在一档电视节目中。 他表示目前美国通胀依然过高,不排除将继续进入经济衰退期。 从数据来看,虽然美国6月份的通胀水平正在放缓,但受到极端天气带来的影响, 能源、粮食等领域依然给美国经济带来巨大压力,叠加美债危机持续发酵的影响。 经济专家评估认为,美国的通胀水平将很快回到高位,由此可见。 经过了耶伦访华之后,在美国主导的零和竞争思维下,中美之间博弈依然会是主题, 特别是在近期,随着中国政府正式对加,这相关物项出口进行管制, 美国也进一步加深了危机感。 必然会坚持脱钩锻炼,将经济合作泛政治化,泛安全化, 在这样的格局下,中美经济想要互利双赢,恐怕还很难。